他是舆论生下的汉奸 卖国贼 也是杀敌百万 壮烈战死 中国史上的一代肖将 他就是张自忠 从人人唾骂到万人敬仰 从卖国之徒 到被日军尊为中国战神 他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张自忠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新来的朋友 可以先给老颜点点关注 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1937年8月6日 一个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人 紧紧地攥着一份报纸 匆匆地走进了东郊名乡的德国医院 这个人就是张自忠 他手中紧紧攥着的 就是今早最新的北平晨报 上面赫然写着 汉奸张自忠 并且报道了国民政府 宣布辞去张自忠的所有代理职务一事 9月3日 张自忠逃离北平 几经波折 秘密来到了济南 他本想投靠山东省主席韩富举 继续为抗战出一份力 可惜还没见到韩富举本人 自己就被拘押起来 在29军军长秦德纯的压解下 张自忠来到了南京接受审判 在蒋介石问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觉得张自忠是被人冤枉的 那么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令张自忠背负着汉奸卖国贼的骂名 狼狈躲藏 张自忠到底是被冤枉的 还是确有此事呢 1937年7月7日 日本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其其卢沟桥事变爆发 打响了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第一枪 卢沟桥位于北京城西 约15公里的永定河上 是北京通往各地的咽喉要道 守住卢沟桥 就等于守住了整个华北地区 驻守卢沟桥一带的是29军 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旧部 张自忠 作为29军第38师的师长 自然也参加了此次战役 此次战役异常惨烈 日军一度集中火力 连续猛攻卢沟桥 铁桥一度失守 驻守铁桥的一个连 仅仅四人幸存 其余全部阵亡 29军的战士们 各个勇猛作战 不怕牺牲 在经过四个小时的奋战 终于誓死守卫住了卢沟桥 卢沟桥的炮声 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 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发出通电 呼吁全国各族的同胞们 共同抗敌 誓死保卫中国领土 指出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 才是我们的出路 与日军奔勇作战的29军 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 一时间受到了民众们的爱戴 各地方的民众组织团队 纷纷为前线战士 送去慰问品 帮忙搬运物资 抢救伤员 这次的卢沟桥事变 也让日军对中国军队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第一天 日军在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下 败下阵来 日军建攻占卢沟桥 已经损失了大量的兵力 如果继续下去 势必损伤惨重 于是开始设下圈套 谎称要与中国军队进行和平谈判 实则借助谈判来拖延时间 暗中调兵潜将 悄悄增援 第一天的遇血奋战 二十九军已经损失惨重 宋哲源为了保存实力 同意了日军议和的提议 但是他又担心被扣上汉奸的帽子 于是就派了当时担任二十九军 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的张自忠 去和日军谈判议和 日本为了能够一举夺下卢沟桥 表面上诚心是想要谈判议和 背地里却出其不意 大举发动进攻 宋哲源见势不对 连忙率部向南撤离 就这样丢下了张自忠孤身一人 谈判结束后 张自忠自然清除日军的把戏 但是日军却一不做二不休 对外大肆宣扬张自忠已和日本达成了协定 而宋哲源的撤离 也导致在七月底北京天津等地的相继沦陷 全国的民众也都认为是张自忠放日军进的北平 他彻底被认为是汉奸卖国贼了 当时中国的各大媒体也都争相报道 称其为张逆自忠 面对这个天大的误会 张自忠也是有口莫辩 在后来向蒋介石说明了事情原委后 虽没有将张自忠送上军事法庭 但是面对铺天盖地的舆论 也只好撤销张自忠的一切职务 将其禁闭家中 当时全国的抗日热情高涨 张自忠禁闭家中的消息不禁而走 无数的热血青年将张自忠的家团团围住 扯横幅写大字 将他骂得狗血淋头 卢沟桥事变后 当时张自忠所率领的29军第38师 奉命忍辱负重 不主动打第一枪 也不放弃华北地区 可是当时带兵打仗的将领 大多脾气暴躁 饥饿如仇 看见日本人 横得牙根都痒痒 忍住不动手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全军的诸多将领中 只有张自忠谈吐文雅 兵兵有礼 带点书生计 于是 在华北危急存亡的复杂局势下 张自忠再次走马上任 然而 这使张自忠更加坐实了汉奸 卖国贼的骂名 张自忠却依旧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在华北忍辱负重 但他自认无愧于心 张自忠 自尽尘 1891年8月11日 出生于山东 凌清唐原村的一个宦官家庭 家境优渥的他 六岁便进入私塾读书 生在宦官家庭的张自忠 从小便将忠孝仁义的传统道德 深扎于心 1911年10月 辛亥革命爆发 张自忠考入了天津北洋法政学堂 是当时中国北方有名的法律学院 在这里 他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 1911年底 张自忠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中 自此便开始了他坎坷波折的革命道路 1938年3月 在林仪战役中 张自忠部下的59军 与日军奋战了7个昼夜 粉碎了日军派往台尔庄前线的支援 将日军号称铁军的板原石团全部击溃 保证了台尔庄战役的伟大胜利 1939年5月 中日两军在厄北地区展开了一次大交锋 继隋岛会战 张自忠部在5月10日 到达了田家级以西的大家饭 在这里一举歼灭了日军的资重部队 迫使日军不得不放弃渡河攻击襄阳的计划 1939年12月 张自忠率领又一兵团参加冬季攻势 12月12日 张自忠亲自率领38师正面向日军发动进攻 此次战斗 歼灭了日军第13师团第103旅团 在1月初配合友军稳定战线 2月14日 集体发起反攻 此次战役是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上 国民党军队发动的唯一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 是由张自忠组织领导的 1940年5月 日军集结30万大军 发动早一会战 企图控制长江交通 切断通往重庆的各个运输线 当时驻守湘河西岸的 是中国军队的第33集团军的两个团 张自忠作为集团总司令 本来可以不必率领部队出击作战 但他不顾部下的多次劝阻 坚持由副司令留守 自己倾赴前线指挥作战 1940年5月1日 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 各将领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 除我等为其死 毫无其他办法 更相信 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 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 绝不致亡于区区三岛窝奴之手 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 海不清 石不烂 绝不半点改变 5月6日晚 张自忠志书副总司令 兼77军军长冯志安 交代了自己的深厚之事 7日佛晓 张自忠亲率2000多人东渡湘河后 一路奋勇北进 将日军第13师拦腰斩断 14日与日军发生遭遇战 15日 张自忠率领1500余人 在南瓜殿以北的沟岩里村 被近6000多名日军敌寇 团团包围 张自忠毫不退缩 指挥部下向人数远多于他们的敌人 发起了数十次的冲杀 但寡不敌众 激战至16日佛晓 张自忠被迫率部退回南瓜殿十里长山 被激怒的日军不惜出动飞机大炮 一晚上对张自忠部发动了9次冲锋 张自忠部伤亡人数急剧增加 5月16日时 张自忠一直亲自上阵督战 5时他的左臂重弹 依旧坚持指挥作战 顽强抵抗到下午20 张自忠手下只剩数百名官兵 5月16日下午40 张自忠部下全部阵亡 张自忠战死 1950年5月的早一会战 以日军占领宜昌而结束 此次会战 我军伤亡惨重 但是日军损失更是过之而不及 从5月1日奋战至5月16日 张自忠亲自率领部队 揭灭了敌人4.5万人以上 缴获了大炮60多门 战马2000余匹 战车70多辆 汽车400多辆 国民党33集团总司令张自忠 英勇殉国 但是日军对这个让他们付出巨大代价的将军 却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尊重 张自忠将军殉国后 当日军得知这位英勇就义的将军 就是张自忠时 带队的日本军官大为震惊 神情变得肃穆 并立即命令部队脱帽行礼致敬 最后更是将张自忠的遗体 用棺木胜脸 竖起了支那大将军张自忠领牌 蒋介石得知张自忠战死的消息后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夺回遗体 1940年5月16日 张自忠训国当日 由38师师长黄维刚带领赶死队 端着机枪于16日夜间突袭南瓜殿 经过一番苦战 奋勇抢回了张自忠的遗骸 日军也命令飞机停止轰炸 禁止部队继续进攻 以免伤及到张自忠的遗体 张自忠的遗骸运回后方后 经检视 发现张自忠身上有八处伤口 其中两处炮弹伤 一处刺刀伤 五处枪弹伤 随后张自忠的遗体 被运往当时的战时首都重庆 进行安葬 陆经宜昌时 十万军民一路攻送灵鹫至江岸 期间日军飞机三次飞临宜昌上空 祭奠的群众无一人躲避 无一人逃散 所幸日军也并未进行大规模的轰炸 1940年5月28日早晨 蒋介石 冯玉祥等政府军阵要员 早早等候在重庆码头 当灵鹫缓缓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时 蒋介石等军阵要员 纷纷避瘫黑沙 肃然立于码头迎接张资中的灵鹫 并登轮绕关致哀 蒋介石更是在船上辅官大通 在场者无一不为之动容 蒋介石亲自扶灵植佛 时机而上 护送灵鹫穿越重庆全城 国民政府还发布国葬令 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埃状 张资中的牌位 入寺忠列祠 并列首位 28日下午 各军政要员和各界群众在楚吉门 为张资中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 张资中将军的训国 使举国上下哀痛 国共两党领袖 各界要员和社会名流 纷纷盛赞张资中将军 忠义之势 壮烈之气 1940年11月16日 张资中以国葬之礼 全错于重庆与台山 后来 冯玉祥在牧畔种植梅花 效仿明代石科法所葬的扬州梅花岭 将此山改名为梅花山 1982年4月16日 张资中将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到2009年 张资中将军的英勇事迹 一直为人所传送 他被评选为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 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魔幻人物 张资中将军的英勇训国 展示了他的忠义和爱国 他用鲜血向世界证明了 他是中国的将士 他为中国而奋斗 历史终将还以张资中将军 以清白 中国的历史 终将铭记他的忠义与壮烈 他的英勇一生 也始终被我们所传送 感谢大家观看这期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期待您的关注 下期我们更精彩